今天早晨8点 世界最长最宽的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正式合龙 广东的深圳和中山两个城市在林丁阳海底正式牵手 来看一下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实现合龙的精彩画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最后一节管节和最终接头长约165米 宽46米 重约8万吨 通过陈管浮运安装一体船从6月8号开始浮运安装 经过管节精准对接 最终接头推出 水利压接等多个环节 今天上午8点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最终接头对接成功 海底城管隧道实现合龙 深中通道最终接头采取世界首创的整体预制水下推出式工艺 结构独特 姿态控制难度大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长约6.8公里 其中 城管段约5公里 由32个管节及一个最终接头组成 此前三年间已由东西两侧往中间依次盛放对接了31个管节 我们打造了国内首条钢结构的智能制造生产线 还有自己研发了这密实汇用土的智慧交通系统 特别是我们研制了世界首收的大型城管 浮运安装的一体船 将大型城管在深水环境线面的对接进度提升到了毫米级 建造起了在世界上也是最宽的八车道的城管隧道 全长24公里的深中通道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运安装